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ED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讲解 那么在上几课当中呢,我们讲到了 利用服务器提供出来的这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拿到一系列的接层串 那么这些接层串能不能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进行显示呢 来,回到我们点评Client这个客户端当中 那么我们首先来想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去实现把它显示在我们的页面当中呢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可能想到 我们之前写过的Fragment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四个下面的Tabs 对应的Fragment团 其实就是我们团购这个页面 给大家显示出来的一种样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呢只有一个团购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把它的一些信息给它拿到 首先我们要想显示这些内容的话 其实就要明白我们服务器给我们提供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而我们在上几课当中 经过JsonTrad检验之后 我们发现这里面提供的其实是一个一个的商品 封装起来的一系列的商品信息 并且我们每一条商品呢都有这些信息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应该在客户端当中 也能接收到这个商品信息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客户端的Entity这个实例当中 定义出来一个goods 也就相当于我们封装出来一个商品的类 然后呢我们拿到的一些信息呢 分别解析成我们商品类的一个对象 好,我们这个商品类的编写呢 其实跟我们服务端的商品类编写很相似 所以我们就来到服务端 咱们把这个商品类 Entity当中的goods以及shop 咱们复制一下 来到我们客户端当中 我们把它粘贴一下 OK,咱们来改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名 我们肯定要重新进行建议 咱们导入当前的一个包 MAT学院的包 同样呢我们 shop这个类呢也需要进行更改 OK 有了这两个类呢 我们接下来再去获取到 服务器给我们提供出来的数据的时候 就可以解析成一个一个的goods对象 来,有了这个类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 怎么把我们fragment团 这个页面给它完善掉 那么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这时候肯定需要网络访问 所以我们在访问这个团购页面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有一个主机地址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constructor当中 添加一些关于咱们这个商品列表信息 它的一个URL地址 商品的列表信息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定义成一个public static 那一个final类型的stream 咱们叫做goods us-datas-url 那我们这个URL呢 其实跟我们之前的这一些内容很相似 所以我们前面呢也是使用host 使用拼接字不串的形式 我们拼接上后面的一些 在我们之前进行验证的时候 URL地址栏我们使用的是API goods OK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一些拼接出来的字不串呢 降低它的一个偶合性 好 concent 写完之后我们来完善一下这个fragment团 那么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如果想要进行编写的话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请求网络访问 那网络访问 并且在我们这个数据当中进行显示 那么我们本节课呢 先将这个网络访问 拿到数据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那之前我们怎么去做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写过这个 City Activity 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执行了一个义步任务 而在义步任务当中 我们使用的是 HTPE Client客户端 执行咱们的一个请求信息 然后根据它的一个状态码为200 拿到里面的接层串 最后把我们的接层串返回 解析咱们的接层串 那么我们今天呢 换一种思路 我们不再使用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写法 咱们可以来想一下 在之前给大家介绍咱们这个 XUtools框架的时候 带着大家看到咱们XUtools模块 大致呢 有四大模块 而其中呢 就对我们HTPE有做封装 来 咱们来看一下 这是根据我们XUtools简介 分别四大模块对应的 有一个HTPE Utools模块 这里面呢 支持同步一步请求方式 而且支持咱们 GET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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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E 这等一系列的请求信息 并且呢 咱们返回的这个文本 支持缓存 并且呢 还支持咱们这个 重定项的一种下载 咱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该怎么去做 比如HTPE Utools使用方法 我们如果使用普通的GET方法的时候 下面其实给咱们写的有一系列的例子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普通的GET方法 它其实拿到了一个HTPE Utools对象 并且调用它的一个Send的方法 这里面封装了一个HTPE request的一种GET请求方式 并且将咱们请求提交的一个路径给它拿到 这里面使用到了一个叫做Request callback对象 同样这里面还会实现了一系列的override的方法 好 我们使用这种形式呢 也在咱们的代码当中进行实现 比如 既然咱们之前有过分页的请求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先给大家把分页的一些信息拿到 我们声明出来一些 int类型的配置 比如我们现在只需获取它的一个第一页信息 size呢 我们就让它等于10 每页显示咱们10条数据 并且我们定一个count值 这块呢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初始化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数据到底有多少 来我们来请求数据 咱们封装一个方法 咱们就叫做loadDatas 所以我们定一下public void 咱们叫做loadDatas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主要去使用 xutiles 框架中 针对http 请求 封装好的 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其实就是使用new一个http 导致对象 第二用它的一个send的方法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面 因为需要传一些参数 我们这个参数呢 就是page1 size10 所以我们使用第二种 带有参数的一种形式 当然第一个 http method呢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请求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使用http method的方法当中 封装好的 get请求方式 而这个url地址栏呢 我们在这个concent这个 工具类当中 已经给大家封装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拿 咱们使用concent点 goothdateurl param呢 我们这时候来看一下 这个参数的类型 是一个叫做requestparams 所以呢 我们在上面定义一下 这个requestparam requestparams 咱们起个名字 就叫做params 使用new一个requestparams 先拿一个空的对象 并且我们接下来 使用这个params 调用add方法 这里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add query streamparameters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namevaluepair 也可以使用 对应的一种map集合的一种形式 对应name还有对应的value 那我们就使用第三种形式 比如我们如果要跟上page的话 所以这里面肯定要有page进行添加 那这既然是一个stream类型 我们定义好的int类型 就要变成咱们的一个stream类型 那么有了这个page呢 我们接下来就使用add queryparameters 咱们再把这个size给它封装进去 values呢 同样我们使用size加上空字不串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params给它拿到 第三个callback呢 其实就是我们拿到信息的一个回调事件 我们就直接new一个requestcallback 好这里面呢我们拿一个范形类型对象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stream类型 好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我们需要执行里面的一系列的方法 我们来提示一下 它要实现里面未实现的方法 一个是fail方法 一个是unsuccess 咱们来说一下这两个方法 分别是什么时候进行调用 首先第一个咱们叫做 请求失败的时候执行的方法 同样unsuccess 这是成功请求返回的方法 并且这里面的参数为返回的数据 而大家来看一下这里面的数据呢 其实是一个对象 这边是一个response info对象 并且我们刚刚封装好的是一个stream类型 所以这个对象里面包装的都是一个字不串信息 这个对象中是一系列的参数字不串 那咱们需要使用的时候 需要对这个对象进行处理 并且把里面的信息进行解析 用到的时候进行处理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两个方法吧 首先第一个 请求失败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做一个友好性的提示 所以我在这里面使用toast.mictest给大家提示一下 比如咱们当前使用get activity 当前提示的信息呢 我们就给它直接拿到这个arg1 arg2呢我们使用的是时长定义咱们toast.lensshort 最后调用咱们的一个售方法 咱们把它拿到的这个信息呢 也给它返回出去 当然咱们这个信息是一个自不串显示的一个异常信息 OK 那么咱们这个success正常返回的时候 我们又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正常返回拿到的其实就是里面的一个自不串信息 但是这个自不串呢被封装成了我们的一个response info对象 这个responseinfo封装了咱们自不串信息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候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比如我们之前在写这个city activity的时候 city activity在到我们进行处理的时候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自己去写的客户端执行请求 并且最后拿到的其实也是一个自不串信息 这个接生串呢 我们是从htpresponse返回信息的ntt实例当中进行获取的 而这个实例呢 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在这里面 框架给我们封装好的responseinfo 我们接下来就需要从这个实例当中 把我们的自不串信息取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使用一个gothen对象 咱们先用一个gothen对象出来 并且呢我们接下来需要使用gothen 调用之前咱们拿到的一个方法就是fromjson 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拿到的一些信息该怎么去做 第一个 jsontry呢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jsontry肯定是从我们这个responseinfo信息当中去获取的 也就是我们arg0这个对象进行获取的 但是arg0的对象 其实它里面封装好了一个参数叫做result 大家来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来到这个responseinfo信息当中 这里面给我们定义了一个 public javalumbo 一个object类型的result 如果你把它的一个范形改成了一个死均类型 所以这个result其实也是一个死均类型 ok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直接拿到了一个jsontry type信息呢很简单 跟我们之前写的一样 我们new一个type token 并且这里面呢我们封装了这个responseobject 里面我们让它返回一个list集合 并且里面放着咱们的一个goose对象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返回信息 并且呢我们把它封装一下 我们该导包的导包 导入一下我们这个type token 并且把我们的一个goose导入 调用它的一个get type 拿到咱们的一个type对象 好 继续导包 ok拿到咱们的get type之后呢 我们接着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在我们success的页面当中 我们把这个e 获取传递的对象中封装的内容 好 我们这里面肯定有一个配置的属性 所以我们从这个object 对象当中咱们调用get page 拿一下 同样我们还有当前的size 我们也使用object对象 调用当前的get size 好 最后还有咱们的一个种数 我们也来获取一下 当然我们在之前已经把这个response object 补上了我们的page size和count 这是在之前的时候给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因为后续要牵扯到分页 所以我们把这些属性都给它填充到 并且给它对应的get set方法 来 拿到了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来检验一下 是否成功的拿到了这些数据 我们使用object对象 调用它的get data 好 这个返回值呢 其实是一个list集合 里面放着咱们的一个goose对象 咱们起个名字就叫做list data OK 我们拿到了这个对象之后呢 咱们做一个检验 我就使用logi给大家打印一下 当前的一个数据总数 比如我们测试数据 咱们来看一下 获取到的这个list datas是否有值 那我们就给它使用list datas 调用它的一个size OK 咱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条数量 同样呢 我们把这些内容呢 也给大家来拿一下 那我们的服务器呢 是正在开启的状态 那我们整体的内容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把这个方法给大家执行一下 所以我们在获取这个内容的后面呢 我们调用一下这个load datas 也叫做获取数据 那有了这些内容 我们把这个项目整体来运行一下 那当前的tdms当中 我已经有一台安卓设备连接起来 我们运行在这个设备当中 首先先给大家截图看一下 咱们当前设备显示的一些内容 OK 之前的一个首页面 因为我们每次项目运行 都会来到咱们的一个首页面 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团购 看一下我们这个log当中 是否有数据变化 同样的我呢刚刚加的是一个标签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标签 OK 我点击了一下内容 咱们发现测试数据已经有了 正好是10条数据 同样我们这里面配置1 以及cut size10 cut值呢正好是咱们这个1160 我们拿到的这个list datas里面 正好封装了我们10条数据进行获取 OK 这是咱们本节课当中给大家带入的 从服务器当中获取信息 在咱们的客户端当中拿到 在下节课当中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数据 给它在页面当中渲染出来 本节课呢咱们就讲解到这里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MAS学院 更多精品课程